我是張浩康 歡迎你回到中天嗨歌的現場 我們繼續看陳水扁在法院 法官說陳水扁前面都是鋪陳 他前面的鋪陳他很厲害 我想說他扯那個幹什麼呢 什麼陳雲林啊 宋楚瑜幹嘛 他前面的鋪陳就是說 調查局的情質常常是假的啊 我現在打斷一下 他這個真的侮辱了調查局 所有調查局 我建議調查員 你們真的有用力查 他跟陳水扁到底還有沒有 其他違法亂居的事好好查 調查局的情質怎麼會假的呢 調查局不是收集了情報來 他們還有情報科 這個處裡面有情報科 局裡面也有情報科 大家要對的 情報的結果要經過篩選 怎麼會是假的呢 他講那個假的是 為了你陳水扁打官司 有所農一本給你 製造那一本假的那一本給你 你怎麼可以反過來說 因為這本假的 其他都假的 你明明知道是假的 對啊 你要人家幫你做假 你說人家假的 調查局準不準啊 我選舉的時候 現在我不知道他們怎樣 以前選舉有八大系統股票 八個系統啊 調查局 警察局 什麼知青黨部 黃復興黨部 地方黨部 限調 什麼一大堆 八大系統喔 最準就是調查局 對 沒錯 調查局最準 只要調查局估出來 誰會當選他誰會當選 誰會當選 也許那個票數有差 但是呢 他是最準的 如果調查局不準的話 為什麼2006年底來的資料之後 你2006年底就開始把錢匯出去 如果真的不準的話 你幹嘛匯錢 好不好 你看 如果不準的話 還有李登輝 對 辛烈杜杜杜愛 你幹嘛拿來去 李登輝什麼對於他給的 李登輝 對啊 講他就不準啦 你看 對 你講得到 你看這邊 講他就不準啦 對不對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說 夜召謀說要給我情資啊 說我太太在海外洗錢啊 但是那是假的啊 調查局常不準啊 所以講宋楚瑜不準 講我太太也不準 他就鋪陳這個東西嘛 對 他這邊怎麼回答 這邊回答很有意思啊 他說到夜召謀 跟我報告海外的開悟情資 我就問了吳淑貞 吳淑貞否認啊 那你叫我相信誰 相信誰 相信誰 調查局才能犯錯啊 我當然相信我太太啊 對不對 所以呢 很難判斷 調查局的情資是否正確 因為我太太已經否認了 然後呢 2008開曼群島的情資 只有中文 中藝本啊 其他什麼英文復健啊 亂七八公文 我也沒看到啊 艾格蒙是什麼蛙哥 艾格蒙什麼組織 不知道 他是死人啊 他死人啊 看不懂這個艾格蒙 他一通電話 打給那個下面有辦公室的 什麼叫艾格蒙 馬上就給他寫的紀錄 艾格蒙是什麼東西 給他解釋得清清楚楚嘛 真的 他先連因為第一次來韓 我不理他 他再來一次 我不理他 已經氣死了 裝白癡你們 你怎麼樣呢 這是世界醜聞了 這裝白癡啊 他真的還說還不知白癡 其實他再來一個普通啦 因為他 他只是沒有講出來啦 因為啊 他啊 英文不是看那麼懂 所以這個 你叫台大法律系 他不是台大法律系 他是海商法的律師 專門處理涉外的人 涉外商務訴訟 三個字 艾格蒙 三個字都沒有什麼困難的字 合起來 你不懂 那些英文 那英文你叫 我下面給你問 什麼叫艾格蒙 他不會告訴你嗎 他就跟你扯皮嘛 所以法官也沒皮條嘛 不過阿扁 當然今天因為在法庭上面 他是證人啦 那法官這跟他對話的感覺 已經有好像 雖然他是證人 但是有把他當被告的圍告 一定快升級錢 中文掌握的獨家消息 我剛剛拿到資料 說法官 將會在判決書裡面 列出陳水扁 為葉聖茂隱匿公文 洩密圖利罪的共犯 違啊 違共犯 而且呢 附上法院的這個卷證 要求檢方另案查辦 其實法官就問他去 其實已經把他當成被告 才問 這個證人嘛 這什麼是問證人呢 他去 他回答法官說 他有去問吳淑貞 吳淑貞說不知道 所以法官才會輸 那你到底相信太太 還是相信秦貞 他就相信太太 這到底來什麼 泄密啊 他已經泄密了 他已經誠他告訴吳淑貞 那如果葉聖茂 告訴陳水扁叫泄密 陳水扁告訴吳淑貞 不叫泄密嗎 所以法官就說嘛 當然應該是被告啊 你寧願相信妻子 不信專業的情報 不復常情嘛 總統這樣子 恐怕很慘很危險 法官 你很慘很危險 你治理國家 你這樣搞 調查局 情報局 安全資產 都不相信 你相信你太太 不 阿扁 阿扁 今天的狂話 我覺得他因為他破綻很多啦 那因為他之前在庭上的時候呢 他說呢 因為 因為葉聖茂就調查他們的情資 不盡准確 所以他沒有相信 可是出來之後他有講說 二月份的時候 就是剛搞到情資沒多久 二月份呢 他們就把錢給匯出去了 分四筆匯出去了 就是說你那個時候 其實你就已經知道了 海外還有這些錢 就跟在八月十四號 陳水扁第一次開記者會 裝無辜 好像是說 他在當時呢 才才小的 而且就這筆錢而已 沒有其他的情況 而之後他也沒有再有任何 盈利資產的動作 那個是非常不一樣的 所以陳水扁到現在為止 他其實在擠牙膏而已啦 反正就是說 證據到哪裡呢 他就講到哪裡 然後就圓到哪裡 接下去其實不管是 不要說串政啦 我認為連他自己自圓其說 都是非常的困難的 所以像對特徵組來講 對串政這件事情來講 其實有恃無恐啦 我不擔心有串政啦 我覺得陳水扁 現在這樣子把這個 我們調集修理到這個程度 我的感觸就很深 第一個 我們那時候在在野黨的時候 一直罵他 把旁邊的司法單位 都當作董場 現在看起來一點都不假 真的是董場 他完全就把這些當作董場 任他私人家裡在用 這個東西 用完了全部切割 全部丟掉 為了他自己 然後就再次的讓 老闆現在覺得說 欸 曹新神乾燈報紙 罵我們的檢調 有道理 現在開始誰敢嗆 我們司法單位 老闆就會覺得說 有可能 這是最大傷害 我原先對李英豪 我認為他 正義不要生氣嘛 因為生氣就把葉聖茂 改列 馬上把他當情雞壓 加兩個雞壓 當情雞壓 加圖利根 但是 但是我現在有點同情他 葉聖茂 講半天 講法官不相信的話 再找一個證人來 證人也講法官不相信的話 我這個我要是李英豪 每天聽你們什麼鬼蛇 都講一下我不相信的話 關起來 經驗到 如果陳水扁是被告聲問 你壓起來 早就壓起來 壓起來 李英豪一定壓起來 好不好 陳水扁跟葉聖茂很絕 葉聖茂說 二月就把公文給陳水扁 陳水扁說會處理 後來呢 葉聖茂就問陳水扁說 你是公文注意了嗎 陳水扁說找不到了 燒掉了 沒有啊 蹲下去啦 然後呢 法官還提示是截律不是公文 你不是講截律嗎 怎麼變成公文了呢 所以你看葉聖茂多慘 陳水扁說 我每天公文這麼多 我太有印象 你給我什麼東西 你忘記啊 不承認啊 我不講不承認嗎 不知道 然後法官說 就問他 何時開戶 為何開戶 資金流下什麼 不知道 不知道 問我太太 他講問我太太 就這樣子啊 對不對 所以你看葉聖茂多慘 陳水扁說 完全不承認 對 所以這東西就是這樣嘛 你兩個人關在房裡對不對 天之地之 你之我之類 我不承認怎樣 又沒有錄影 你證據你舉啊 舉證之所在 敗訴之所在 你舉證啊 你舉證給我看啊 我說沒有啊 那是怎樣 但是我覺得陳水扁 他自己覺得 他自己今天這樣很聰明 但是我真的覺得啦 包括說今天中間 這個獨家新聞 接下來可能發展 我覺得今天陳水扁 在裡面啊 露了太多的口風 包括說他 其實他說他 告訴他太太了 包括現在露了 告訴他太太 那麼多的相關的一些 可能的圖利 我覺得相關的罪證啊 他這個證人轉被告的 可能性真的越來越高 再一個 我發現其實法官啊 他不是一個省油的燈 其實葉宏大哥 你非常清楚 李英豪其實在整個 業界來說的話 他向來是屬於一個 可以主動偵查的法官 他今天很多資料 我相信一定是來自於特徵組 特徵組從來還沒有講過說 陳志忠的角色啊 那你今天看李英豪在問 有關於陳水扁 洗錢的一些流向的時候 他講的用語是什麼 他講說譬如說 96年2月的時候 因為呢這個資料再來了 那所以呢 陳志忠指示 吳陳俊英 就是那個吳錦茂的老婆 去轉會前到新加坡的賬戶 他是問他這樣的 還包括了這個黃瑞進 在這個2006年底 不是2007年底 瑞士的曝光之後 他要求了什麼什麼 都是以 吳俊 以這個黃瑞進為主持 以這個陳志忠為主持 是他們主動參與的哦 這顯然不是一個 被支配被指示的角色哦 這在法官的問話當中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顯示出來 我覺得陳志忠下一步 一定不妙了 但是陳水扁並沒有發現 他事後才發新聞稿 說陳志忠絕對沒有扮演主導角色 我從昨天到今天都講嘛 法官很著急啊 法官 他法官問的東西其實 不只是葉聖茂 尹公文這個事情嘛 法官已經覺得說 這都要問啊 問清楚啊 那陳水扁呢 陳水扁很訣 陳水扁有恃無恐 他知道今天法官 不能把他變成被告 證人對不對 就跟檢察官不行 檢察官證人就被被告了 證人就被被告 法官不行 因為沒被 他沒有 陳水扁沒有被告 就不能變更把他變成被告 法官居然講 如果說哪一天真的 這到了也是壓起來了 是 阿扁 阿扁今天在法庭上面 比到特徵組 囂張很多很多 他知道你不能包責 對 他到特徵組 其實都很乖 進去出來都很乖 但是今天在庭上 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有備而來 在庭上都搭水狗啦 出來之後呢 也是一副很糾丟 你能奈我何的樣子 然後接著就到雲林去 對 到雲林又扯一些 反正亂扯一通 我們看看怎麼講 陳水扁 葉聖茂 為了隱匿洗錢公文案大對職 卻爆出除了葉聖茂 還有人泄密 陳水扁突然在法庭上爆料說 葉聖茂交給他勤資之前 老早就得知特徵組 掌握洗錢勤資 讓法官感到十分的壓抑 立刻追問陳水扁 怎麼知道誰告訴你的 沒想到陳水扁只說不記得了 讓外界懷疑 難道特徵組 有人向陳水扁通風報信 法官在追問陳水扁 葉聖茂有沒有將 今年1月18號 開曼群島賬戶資料 和調查局製作公文交給你 陳水扁說沒有收到 坦承只有看到 開曼群島來函的中文翻譯 而且時間點是在1月到2月之間 地點是在總統府 法官又問難道身為國家元首 聽取公文是不是應該要立意迴避 陳水扁卻說 這只是秦姿 企圖避重就輕 不願對細節的部分 正面回應 陳前中指指早在起前案爆發前 早已掌握秦姿 因為這特徵組有人洩密 還是不誘導法官的自由心證 恐怕只有陳水扁心理最清楚 昨天新聞 蔣志偉 台北報導 好吧 這則就是是不是 這個情字那個情字 除了掉下去還有什麼別的情字的呢 我們剛剛說要放雲林 我們看看雲林他講些什麼 他這裡頭到一條冬 洗了冬 家鄉 感動 感情的白灑 實在也混不出來 這是冬還是白灑 他不是來問我這個政經 他是在心看我 這就是剛才在憲兵所說的 未心、心看 所有所抵抗的可扣押之戶 不能得意妄想到棄權 比個辦公室的辦公室 還在那裡擺破輸入 臺灣的檢票民怨的水準是真正的 好 那麼陳水扁現在對檢調展開反擊 對法官展開反擊 那今天當然我們看到他到雲林去 雲林的重要人物蘇智芬縣長 還有黎應援副縣長 很奇怪 不在 這很奇怪 為什麼我們繼續來講回來